让祷告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早晨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透过敬拜 透过祷告 来聆听神的心意 我在这里 深圈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不足地寻求 我在这里 聆听你心意 请爱主耶稣 渴望欢迎你降临 我在这里 深圈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不足地寻求 我在这里 深圈寻求你 因为我有耶稣 在我心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深圈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不足地寻求 我在这里 在这里 我爱你 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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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的耶稣 我的心装满根本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回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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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耶稣 我是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感恨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我心充满感恨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早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说 我爱你主 我在这里我来等候你 我来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主啊愿你白昼的时候 主啊你向我们施展你的词 主啊使我们可以得听到你 对我们说话 主啊是的 主啊夜晚 主啊让我们也用歌声 也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歌颂那次我生命的神 主啊让这与你的关系 每一天主啊 每一天更加的紧密 主啊让我们被宝宝在你的怀中 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 谢谢你耶稣 我在这里我们预备来回应你 聆听你的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欢迎你来到这里 欢迎你来到祷告大军 我们一起对齐神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回应祂的爱 前两天牧师跟大家分享 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祷告 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 我们也从八福里面来分享 天国里的八种生命特质 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而今天我要跟你一起再来思想 耶稣想的事情 耶稣把天国带到我们当中 耶稣渴望把天国赐给我们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在读八福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福 跟最后一个福 它其实是有一句话是重复的 这句话就是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在讲整个登山宝训的时候 祂在想的就是天国 天国不是一个范围 耶稣想的不是一个范围 天国耶稣也不是想 我要与你同在 天国当耶稣想到天国 祂在教导天国的时候 祂在想的是 天国里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人 耶稣常常想到的是人 是宝贵的灵魂 天国来到地上 应该对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天国来到地上 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 这是耶稣想的 所以你看他讲到第一福跟第八福的时候 最后的应许都是天国是他们的 好像圣经把八福都包在天国里一样 他们所追求的 这些在天国里的人所追求的 不是今生在世上能不能亨通 而是能不能像耶稣 将来能不能承受那个永远的国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上次为耶稣做见证是什么时候 许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见证是结果的见证 病得医治 财务转移 关系恢复 等等的美好的事情发生 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的见证里面 是不是少了一种见证 就是我越来越像耶稣的见证呢 我可能本来不是一个虚心的人 但是我越来越虚心 我可能本来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但是我越来越温柔 这是不是见证呢 我曾经听到一句话说 最大的神迹是生命的改变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但是我认为耶稣在想的的确就是这样 耶稣看中的是生命 耶稣看中的是在天国里的人 是不是可以像耶稣 在天国里的人将来 是不是可以承受永远的国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的分享 他说天国里的人是像耶稣的人 而不是被世人羡慕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可能 当我们一方面在追求耶稣 一方面我们在教会服事 一方面我们在神的国被神大大使用 但是别人羡慕的是我们的成就呢 别人羡慕的是我们的成绩呢 别人羡慕的是我做不做得到呢 我知道许多的中小型教会 都会跟大型教会学习 他把整个学习的目标就是放在 我要成为这样的教会 可是我真的要说 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 在天国里可以有大教会 可以有宗教会 可以有小教会 可以有微型教会 只要这一群人是像耶稣的就可以了 这是耶稣的想法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天国里的人是像耶稣的人 而不是被世人羡慕的人 天国里的人是像耶稣虚心的人 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 可是世界会对你说 拥有很多的人才是有福的 你手机一定要一台换过一台 车子要一辆换过一辆 房子也要越买越多越换越大 你要拥有很多 好羡慕你 住大房子 好羡慕你 赚很多钱 好羡慕你 他羡慕什么 弟兄姐妹 天国里的人是像耶稣的人 可能我们不会被人羡慕才对 天国里的人是爱痛的人 像耶稣这样的爱痛 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 可是世界会告诉你 不要要及时想了 时间短暂 快乐才是王道 没有爱痛 不需要 对罪无感 可以 这样的人没有包袱 才是有福的 这些人不需要背十字架 爱痛的人是要背起十字架 跟从主的 不会被世人羡慕的 天国里的人是温柔的 像耶稣这样温柔会退让的人 有福了 可世界告诉你 不 你要让世人认识你 你要会自我宣传 而且你还要懂得竞争力 你要做出品牌 有竞争力 这样才是有福的 能看得到你 知道你在做什么 才是有福的 可是耶稣说不是 在天国里你可能默默无名 可是耶稣认识你 耶稣知道你 这样的人不会被羡慕的 天国里的是饥渴木逸 像耶稣这样的人 他说有福了 可是世界会告诉你 你要顺应时代潮流 你要学成功人士 这样的人才有福啊 你看我在台湾 我们台湾的政治倾向 你就知道是在顺应时代的潮流 他们认为这才是成功 教会里面 也有部分的地方 是有成功神学的 不是吗 学成功的人是有福的 可是跟随耶稣的人 是为了神的公义可以失败 为了神的公义可以没有荣耀 为了神的公义不被人羡慕 这才是在天国里的人 天国里的人是连续人的人 像耶稣这样的 可是世界会告诉你 做大事的人有福了 什么意思 要对事 要重事情 不要重人 人不重要 一降功成万古枯 没有关系 天国里的人是告诉你 清新的人 像耶稣这样的人 有福了 可是世界会告诉你 你很有潜力 你可以发展自我 你可以一心多用 你追求耶稣 你也可以同时追求世界 你可以什么都有 你可以一心多用 你的心不用只摆在耶稣身上 你还可以很丰富 你的人生可以很精彩 各位 耶稣说基督徒 我们在天国里 是不会被世人羡慕的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这是在天国里的人 像耶稣的人 但世界会告诉你 你要做一个不沾锅 你不用去使人和睦 你不用管 那是他们的事 你不用管 你就做一个不沾锅 不要惹麻烦 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 天国里的人 是唯一受逼迫的人 像耶稣这样 可是世界会告诉你 能屈能伸的人才是有福的 你可以妥协 没关系 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 我们在天国里 我们是像耶稣的人 是不会被世人羡慕的 你知道吗 意味好了吗 你真的要进到天国 承受那将来永远的荣耀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 让我们能更认识主 更亲近主 更体贴主的心 不要追求被世人羡慕 而是追求更像耶稣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的主耶稣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谢谢祢 帮助我们知道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不是要被世人羡慕 而是要更像耶稣 帮助我们认识祢 亲近祢 体贴祢 祢救赎我们所有的一切 谢谢耶稣 帮助我们 耶稣 祢救赎我们 祢救赎我们 耶稣 耶稣祢来到这个世上 祢的教导是何等的宝贵 祢带这个八国的福音 来到我们的面前 祢 但是因为世界的价值观 常常充斥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 有的时候确实 祢我们就称为基督徒 我们就称为祢百姓的人 祢我们常常会追求世上的这些的名利荣耀 祢但今天 耶稣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要对祢说 祢 接去我们的帕子 打开我们的眼睛 祢让我们能够看见 祢 什么东西是宝贵的 祢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样子 是祢造我们的样子 祢让我们能够看见 祢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祢我们知道 祢我们拥有何等 何等伟大的生命 因为祢是伟大的主 祢来带领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祢 祢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祢我们的生命要更加贴近祢的心意 祢我们要更加的亲近祢 每一天能够来到祢面前 祢不是追求别的 而是追求与祢有更靠近的关系 主我们不要追求 那个单单追求世人羡慕的东西 那些名利财宝 主啊那一切 主啊都是 主啊不属于我们的 主啊我们知道 主啊我们的财宝积在天上 主啊我们知道 主啊我们要追求的乃是 耶稣与祢的关系 主谢谢祢带领我们 成为一个真正虚心的人 能够谦卑来到祢面前寻求祢 谢谢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来对主说 主啊我们必须向祢承认 我们的生命还有好多地方 活得不像祢 求祢让我能深深连结于祢 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 我才能结出像耶稣的果子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queda 桑茉和坤 聖 있는데요 生命了 怎么办 祢是 整个生命 咬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 主啊祢的话说 祢是真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主我们祷告我们的生命 时时刻刻要连结于祢 主啊也求主早晨来光照我们 若不属于祢的部分 主啊光照我们 为着自己生命不完全的部分 软弱的部分 主啊愿主祢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全降伏 在祢的带领底下 主啊让祢的儿女可以 向祢完全的敞开自己 降伏自己 让主祢来修剪那些生命里 不属祢的地方 主啊让主修剪干净 生命愿意被祢改变 结出像耶稣的果子 祷告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 亲爱的神的儿女 每天在世界上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 来诱惑我们 新的科技 新的产业 新的思维 求主帮助我们 在祂面前有更深的省察 来确定这些新事物 是不是是神要我们学习的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好 表演的名字 宣伍和中文字幕 楊賓 可能是順便來著 要報名再掌握 提供自己的幫助 一心的跑 夜宇的小物 向上到 rezervic 讓他們繼續回歸 遙遠的繩子 阿嬤 本人認派 就在自然之間 讓教人生 可是要遙遠的故事 讓讓人生 經常的身份 但積極的順便 耶稣我们赞美祢 祝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 谢谢祢 我们可以来向祢祷告 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些推陈初心的科技 这些产业 这些新的思想 新的观点的时候 有时我们的心会动摇 我们也承认在祢的面前 是的有的时候 我们感到很拉扯 耶稣但是 祢的话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察言何谓神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祢帮祢帮助我们 祢要这样的向祢活着 不随从这个世界 祢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 各样推陈初心的新的东西 而是来效法基督 我相信在祢的里面 祢会来更新我们 祢会来更新我们 提醒我们哪些事 是我们需要跟上需要学习的 祢会来提醒我们 祢会来提醒我们 祢要哪一些是我们需要 丢掉的观念 祢要谢谢祢耶稣 祢我相信 祢要当我们把自己 藏在祢的里面的时候 祢会使我们全然的得胜 并且胜了还要再胜 不随从这个世界能够活出属神的得胜的生命 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亲爱的天母 今天早上我们做一个决定 我们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做世人羡慕的人 我们决定要在祢的天国里 活出向耶稣基督的生命 谢谢主 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Amen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强的关心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强的关心 一位我有耶稣 在我心 祝福十日